法国 法尔赛宫无疑是最为耀眼的那颗明珠之一 我是法尔赛宫文物部馆长 负责管理法尔赛宫所有的艺术藏品 法尔赛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留给世界珍贵的遗产 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场所 在今天的法尔赛宫里 我们依然能看到当时路易十四和中国往来的见证 这里是法尔赛宫中心位置的镜厅 修建于路易十四时期 在大厅的尽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礼物 这是一个小银制茶壶 上面的镀金工艺非常精美 还有浮雕图案 有花朵 小树 昆虫 蝴蝶 和精致的小鸟 这把茶壶产自中国南方 这是一件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 是一个中式的古道 当时被路易十六买下收藏 这两只花瓶的历史非常悠久 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中国的元朝 在花瓶的底部有一些竖条的装饰 让人联想到竹子 在花瓶的上部是牡丹 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卉 我们经常在中国瓷器上看到它 这两只花瓶的尺寸也非常大 这非常罕见 它也被路易十六在拍卖会上买下收藏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法尔赛宫的狩猎柜来餐厅 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 它来自法国 上面是一位中国皇帝乾隆的肖像 这幅肖像画的原版来自中国 出自潘廷章之首 这幅版画最开始挂在国王套件的内部房间里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可以看得出路易十六非常喜欢这幅画 这幅版画见证了清朝时期 中法两国皇帝之间的互相欣赏 这次法尔赛宫和故宫的展览 将于2024年的4月1日在北京开幕 是我和故宫宫廷历史部的郭富翔先生一起策划的 大家好 我是故宫博物院的郭富翔 公元1688年 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派遣的使者 经由海陆来到中国 五年后康熙皇帝派遣其中的使者返回欧洲 向路易十四送去了来自中国的礼物 文化领域的频繁交流 也让两座宫殿里的艺术珍品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在故宫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雍正皇帝穿起了洋装戴起了假发 而在遥远的凡尔赛宫里的路易十五 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物品充满了兴趣 联合展览有助于两国人民了解彼此的文化和习俗 从而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 本次展览将回顾中法两国宫廷间的奇妙颜色 虽然相隔千山万水 但文化的交流让我们彼此心意相通 2024年 让我们期待凡尔赛宫与故宫的重逢 掌声有请故事主人公登场 共赴和美之约 在合作里相约中法友谊的未来 在合作里相约中法友谊的未来 来 这边有请 玛丽女士 这一次来到北京就是专程来找郭老师 要商量联合办展的事情的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与法国之间 联合办展并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的合作 要追溯到20年前 2004年到2005年 那个时候是中法文化年 2004年 故宫博物院到凡尔赛宫去办展览 题目的就是康熙大地长 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接着呢 第二年 2005年 凡尔赛宫的珍宝返回来 到了我们故宫博物院 主题是和康熙大地同时的一个人 太阳王路易十四 他的生活 他的军事 外交 艺术 等等 都做了充分的展示 在中国当时也是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些交变的交叉 这些交叉 是两个人的交叉 如果我们找到学习的 如何做得到的东西 在中国 中国的博物亦 也很愿意发生 发生了一些 技术 没有在中国 中国的博物亦 要知道 那些国家的博物亦 我们不断送 一些国家的博物亦 这些的博物亦 曾经在国家的博物亦 在《国家的博物亦》 《国家的博物亦》 这就是这些 我们的博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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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现场 我特别想知道 我们有没有幸 能够提前看到 本次展览上的一些珍宝呢 这次我们带了一些图片 画面左边是一封信 那信中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选取了一段 翻译给大家听一听 海陆之遥 不仅分隔 您我两国 亦充满意外与危险 因此为了能满足陛下 我们计划派送数学家们 以及蓄力伯爵 以最短 与较不拒危险的 陆路途径 以便能率先抵达您的身边 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 1688年8月7日 写于玛丽 陆毅 陆毅十四的信 康熙没有说到 但是 陆毅十四的东西 康熙说到 这件怀表 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 一件非常重要的藏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的保护照 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金龙 陆毅十四 用这样一个怀表 他希望和 康熙皇帝 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交往 我觉得这件东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 这次重点 要展览推出的东西 把五爪金龙 坐在鸡心里 这就是中国心的意思 对 就是更加让我们感受 他对中国的向往 是 还有什么珍宝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 这是法朗昌吗 你会在桌上的摄影 你会在桌上的摄影 两个摄影 在桌上的摄影 是一家製的手工藏 和是以前的王王的帝 和正在说 在烦中的烦中 是一家製作的烦中 鑫炮的确 也就是一家製作的烦中 像是一家製作的烦中 大陆的烦中 它是一家製作的烦中 中的烦中 在1769 我们发生意识到 一家製作的烦中 而是一家製作的烦中 这个纹样是非常中国的 但这个颜色很法国 所以这是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和和之美 这文化交流 碰撞出来的一种新的火花 对对对 这件糊呢 名字叫乾隆款 画法郎菊花纹壶 这个壶看起来很忠实吧 但是这是一件法国作品 是在法国制作的 那么是法国的画师 绘上去的图案是吗 胎体的制作 包括法郎的绘制 全部是由法国的工匠完成的 也就是说 在乾隆时期 我们的宫廷 曾经向法国的市场 定制过他们的产品 画法郎工艺传入中国以后 也受到了宫廷的重视 在清工造办处里面 专门建有相应的做法 招募相应的工匠 进行画法郎的生产 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到现在为止 还在故宫博物院的产品 所以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 我们也再度感受到了 不同文化之间 相互交往互建的 这样一个过程 文明的交流互建 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交流 而是一个双方互动的 无论从物的流动 从人的往来 思想的借鉴 应该都是双方共同来完成的 是双向的 所以我对这个展览 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也希望观众能够喜欢 能够通过这个展览 对中法文化的过去 有所了解 对中法交流的现在 更有一个真诚的体验 那对未来也充满期待 这些计划是非常有趣 因为非常有所存在 在这两个地方 在这两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联系了我们的努力 这些计划是非常有趣 因为每个人 都充满一些知识的 2024年 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除了这个大展之外 还有一系列高水平的 文化交流活动 值得期待 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 上海西岸美术馆 和法国的蓬皮度文化中心 就会举办一个特展 还有中国 参与修复的巴黎生母院 将会重新开放 这些都值得期待 我想中法之间 这种文化 文明的这种交流互建 会带来中法之间 更多的民心相通 那么也会为整个世界 整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定会的 而且不仅如此 2024年 法国巴黎还会迎来 第三十三届夏季 奥运体格运动会 所以到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的 中国同胞 到法国去感受 奥运的风采 当然我们也欢迎 更多的法国朋友 来到中国 来看这一次 当故宫遇上 凡尔赛宫的联合大战 接下来我们掌声 欢迎两国艺术家 带来精彩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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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mak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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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法之间深厚久远的人们纽带犹如一股春风 吹来了温暖 也吹来了感动 就在2023年 武良夜和美全球型主题活动第一站 便相遇法国 推动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也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互建 这是历史的交辉 是文化的结缘 这也是匠心的湘西 传承千年的武良夜以岁月浓乡 竟艺术传奇 中国白酒与世界 和美相遇 和美共生 让我们以和美武良夜共同干杯 干杯 祝中法联合大展圆满成功 谢谢